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公公 三思 不就是四十军棍吗 我这就去军门外 领着四十军棍 谢大人 怎么了公公 何必婆婆妈妈的 给大人示意仗刑 就不必劳烦军中将士了 咱家此次前来 带了两名小内官 正好闲来无事 不如给他们找些活干 由他们执行吧 可笑可笑 公公胯下无根脚下无物 让别人知道我以后还惨不 你放手 不就是一顿板子吗 怕什么 闭嘴 公公 袁大人 咱们就五十三刻 叫场上剑 剑就剑 不就是挨一顿板子吗 怕什么 我谢伤政 本就是刀尖上打滚的人 死人堆里爬出来 不知道多少回了 我不愿意你去为了我 求那两个阉人 向那两个阉人 递三下四 我丢不起那个人 让啊 再让 让舒服了 二弟啊 你知不知道 这宫中的板子 和我们军中的板子 它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都是挨板子吗 所谓宫中的长相 宫中的太监 专门操练这种急性 下手极狠 三十丈 非死即杀 停仗时 会以脚尖开启的暗示 脚尖张开 兽刑之人不会死 如果脚尖朝内 兽刑之人必死 大哥是不愿你 死在成阉人的障相 要我说呀 勒索他们点钱财宝物也就罢了 为何要对他们施以仗刑呢 这样太得罪人了 你懂什么 向他们所要钱财 机会有的是 咱俩眼下刚刚道任 你看这一个一个都不服的 若是不给他们点颜色 怕是以后咱俩办起事来 会难上加难呢 刘公公的意思是 咱们要用亭杖 来杀杀他们的威风 正是此意 这四十棍 别说是一个人 就是一头牛 也该送命了 这是死是活 就得看他原重换 懂不懂事了 那大哥你说 怎么办 这两个燕人 对你实施杖刑 无非是想替自己立威 杖刑立威 我谢上正敢做敢当 残便残了 死便死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怕 谢上正 你就是个混蛋 是 你英雄 你好汉 你不怕 但是我怕 谢谢大人 可准备好了 不用准备 刘公 行刑吧 好 行仗行 啊 啊 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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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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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二位公公 愿重换 愿为卸上诏仇情 大哥 不要大哥 姓军 请二位公公 放过他 来 Word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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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并无大碍 只是些皮外伤 休息几日便可痊愈 谢谢大夫 好 安心咬伤 将军 二弟 大哥 别动 别动 二哥 你小心点 怎么样了 我没事 可大哥为我受了如此七尺大儒 我 行了 什么七尺大儒 是你的命重要 还是大哥的颜面重要 莫说这一跪能救你的命 就算是让大哥一命换一命 我觉得也值 大哥 行了 来 这是咱娘啊 从老家带来的爹打损伤药 到时候让那个大夫给你上 好 我告诉你啊 这段时间你受了伤 别乱跑 军营的事呢你放心 大哥替你安排好了 没有伤筋动骨 你算是万幸了 大哥 谢谢了 好好躺着休息 他奶奶的 简直是七尺大儒 袁将军当了那么多兄弟的面 竟然给那两个阉人下跪 你懂什么 那时为了救谢参将 这是大义 对待这种阉人还要大义 哎呀 你俩都别吵了 说来这是惊险至极 这些太监的杖刑功夫 都是练过的 我常有多少金剑的大臣 都是死在这些太监的庭杖之下 谢上证挨板子也就罢了 还惹得将军跟着受荣 哎呀 将军视我们部下为首族 所以不惜那一跪 你懂什么你啊 大人大哥 将军 你们是在谈卸上证挨板子的事吧 将军给那阉人下跪 实乃齐齿大儒 如果能用这一跪 救一个匠材 何乐而不为呢 将军 你现在就发好势令 我现在就去掐死他们 行了 我告诉你们 此事已经过了 不必再提 咱们还是谈谈 防务的问题吧 大人 您真的有派兵入驻锦州城吗 宁远大劫之后 我越发感觉 这锦州 对敌人的牵制功能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锦州城 变成另外一个宁远 将山海关宁远锦州 连成一条坚固的防线 将军 如你所言 将锦州化为坚城 需要多少时日 派兵驻扎 修缠成墙 这人力物力需要极大呀 我看至少 需要三四个月 可末将担心 那剑州女侦 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呀 据前线宪报 这努尔哈赤受了重伤 我相信 剑州女侦暂时不会来进攻的 所以 我们应该趁这个时间 尽快地驻城 将军 让我去渡舰吧 如果在以前 我就派你去了 可现在 我说了不算呢 为何 为何 那两个燕人 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将军能不跟他们打招呼吗 那两个燕人 将军 战场上杀伐的事情 他们懂吗 是啊 那两个燕人什么都不懂 可他们手上拿的是皇上的令箭 所以说 我们不得不看他们的脸色形势 将军 咱们驻城用的石料可不够用了 你得赶紧申请公布调用才是啊 不是前两天 刚从关内调了一皮过来吗 怎么这么快就用光了 眼下咱们驻城 可是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啊 都是真残石料 以往驻城我祖大寿可这很清楚 里边用的都是泥土 现在呢 都是大块大块的石头往里放 自然就不够用了 照你这么说 现在不光是石料 木材 看来驻城的钱两 也要再从朝廷调用了 哟 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呢 将军 工地上还有事 我先告辞了 刘公公 公公我刚才听了一耳朵 袁大人 可是聊到了银子 不瞒公公说 如今宁远锦州 驻城所用木材 砖石 即将告清 如果迟迟没有新的材料来的话 驻城之时恐怕就要停下来了 前些日子 咱家不是准了一次 已经给袁大人调拨了款项了吗 驻城时大 其间涉及木材 砖石 将人伙食报酬到事项 所需花费可不是一个小数 不瞒公公 上次调拨的款项 不过是杯水车薪 这朝廷的银子 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 上次 咱家请止调拨款项 九千岁还埋怨耗费过大呢 驻城之时 非我袁崇环一人之时 也非我宁愿成将士 义军之时 此事 关乎到我 大明亿万生民的安危 还请公公 转高位公公 请高台贵手 袁大人 有袁大人的不便 这朝廷 也有朝廷的难处吗 袁大人 可得体谅朝廷啊 对了 袁大人 九千岁 让我转告你 这驻城所需银两 一分不佳 自行解决 进 先生 打扰了 这儿有一封您的信 好 有劳了 你 没有 去 我 找一个 对 我 无论 买 的 不 军师 阿姨 军师 我实在是待不住了 依我看 咱们今晚就别在这儿歇息了 直接出关 一口气跑到宁远城 省得我这心里都不踏实啊 来 瞒将军 请坐 瞒将军 稍安勿躁 何必急于一时呢 就算咱们受得了 咱们这个马呀 他也该歇息了 是不是 那将军 本职还有一些繁杂事物 尚未料理清楚 明日一早 就不与将军一起赶路了 咱们暂且坐边 在宁远城再见 既然军师有要事 那咱就各走各了 宁远城见 好 军师 保重 保重 将军 咱们筑成的木材可不够用了 你得想办法呀 知道了 将军 您这样干坐着也不是办法呀 这天上可不会掉下整根整根的木材呀 知道了 知道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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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事告清 工匠已经停工了 是啊 既然这样 那就让兄弟们休息一天 这 这外面都急死了 您却不慌不忙 您这卖的是什么药啊 就是啊 我告诉你们 相信我 一天时间 一天时间 木头 砖石 就会 从天而降 这从天而降 将军您 急糊涂了吧 你看啊 要想投壶精准 首先要找到这支箭的平衡点 来看我的啊 嗯 手伸了 老爷 再来一支 老爷 再来一支 大人 嗯 外面有个叫程本植的囚件 程本植是谁 本官不认识 他说 他是袁崇范的幕僚 老爷 投进去了 下去吧 是 佳大人 满将军到了 袁将军 满将军 快快请起 万万不可败物 满贵实在不该给袁将军徒增反忧 从今日起 满贵一定全力辅助袁将军 奋勇杀敌 为国立功 好啊 从今日起 你我同心协力 共同抗敌 有道是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哪 满贵一定为袁将军马首实战 是 来 请坐 将军请 请 先生此次突然到访 本官准备仓促 招呼不周 还望先生见谅 王大人 王大人 千万别客气 在下 其实是想来 向大人借些许东西 本官有何东西可借啊 袁将军要修筑锦州宁远二城 急需一批物资 应向朝廷开口才对啊 袁将军不敢给皇上徒增烦恼 有听闻 九千岁刚刚给大人调拨了一批物资 故而令在下前来借上些许 本官也很想帮上袁将军 可奈何朝廷有朝廷的规矩 本官若是私自挪用物资的话 到时候朝廷追究起来 本官也难逃其咎啊 王大人曾认寄辽都师 必当熟知兵士吧 不敢妄言 本官略懂 既然如此 那么在下请问王大人 可知道山海关与锦州 宁远二城的厉害关系吗 本官倒想听听程先生高见 锦州城乃 剑州女真南下的第一道平章 宁远为第二道 而且两座城池互为鸡脚 若不妨得到 即便剑州举兵来犯 也休想靠近山海关一步 锦州宁远和山海关 实为唇齿相依 亦容俱容 亦损促 亦损促 先生大可放心 原将军坚守锦州宁远两座城池 功不可没 山海关乃京师门户 本官亦不敢玩忽职守 定当竭尽全力 坚守山海关 锦州宁远和山海关乃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王大人想过没有 若是锦州宁远二城保不住呢 锦州宁远二城一旦失守 剑州女真可长驱直入 数十万大军前赴后级 围攻这座小小的山海关 是问王大人 仅凭一己之力 能否挡得住千军万马 对山海关的轮番进攻呢 为遏制剑州女真的狼子野心 袁将军高瞻原主 将锦州宁远山海关连城一线 是平辽附土的家国大策 若此防线建成 王大人身为辽东精略 自然功不可没 朝廷必有候赏 保宁井便是保金师 王大人就是不是功臣 不保宁井便是不保金师 王大人便是千古罪人 是要做罪人还是要做功臣 还请王大人三思啊 对 这是个大人的大人 主席 我们都没有过去 我们都没有决定 如果才是有名的 大人 决定以身涉险 助袁大人一臂之力 辛苦了 先生 将军 清烈王大人 已将铸城所需物资送来了 好啊 好 大军进城 出发 请 恩师那边可有什么消息 恩师如今已经进了诏狱 诏狱 将军勿佑 皇上曾有旨意 不许得恩师用心 让他魏忠贤 还没有这个胆子敢擅自用心 话虽如此 可让我怎么能不担心 灵溪姑娘怎么样了 将军 我这次回京 去找灵溪姑娘 但并未见到她本人 但是我这次回去 发现那梁廷东似乎 梁廷东 梁廷东似乎与恩师入狱之事有关 但是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我是找不到证据啊 先生的意思是 梁廷东勾结魏忠贤 来陷害恩师 对 但这只是本质的猜测 不敢妄言 梁廷东是恩师的得意门生 他对恩师的敬重不亚于你我 我想 先生是多虑了 但愿是我其人又天盘 刘公哥 刘公哥 你猜怎么着 袁崇焕 从王之臣那里弄来了一大批物资 他们筑成的工事又开始了 王之臣 不会吧 也不知道这个圆蛮子是了什么诡计 从王之臣那里弄来了上百车的物资啊 还有白花花的银子呢 这辽东精略 肥的流油啊 这些东西 只不过算是九牛一毛 不过有了这一回 袁崇焕不用经过咱们的手 就可以弄到物资 怕是以后更不把咱俩放在眼里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 骑驴看畅本 走着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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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汗 靠岛 黄儿 黄儿 来 过来 来 黄儿 扶岳 要走了 我 你 不会的 不会的 傅恒 傅恒已经严厉 你的三个兄长 守在树地 不必发丧 傅恒 赐家 只换你一个人进来 有些事情 我放心不下 傅恒我 情无中原的文化 知识 利益狡猾 却唯独 不写那些个 全貌之书 可我又不得 不对你用 对你的兄弟用 我的子嗣用 你的身边 多有山庸全盟 聪明国人的范先生 本汉 本汉 稀有残堡 你记住本汉一句话 要想成为一代民主 统领女臣 走向强大 只可用大刀 不可用小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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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离 我 封禁弃 扶寒教会 本海大义未经 只能 好你了 大乡 宁愿兵败之后 为炮火所上的努尔哈赤 大怀幽愤 于大明天启六年 后今天命十一年 即公元1626年8月11日 愤恨而逝 终年六十八岁 诺尔哈赤第八子皇太及继位 成天从寒 诺尔哈赤死了 好啊 痛快 军师说了 半年之内诺尔哈赤一定完蛋 神机妙算啊 诺尔哈赤字号天命 口气不小啊 可是他的天命 被我们的红衣大炮给炸伤了 苟延残喘数月 终于驾鹤西去了 诺尔哈赤纵横一生 也算是一代民主 只是杀伐过甚 才落得如此的落寞 一笔韶花过 岁月起蹉跎 罪是问人心 惜之魂不渡啊 现在本将最担心的是 这努尔哈赤一死 皇太及即将继位 势必要以举仓复仇之名 提兵来犯 可咱们的关宁锦方县 还未见证 如果真的提兵来犯的话 我们未必能打得住 本职倒是有一计 可以拖住皇太及南下 拖 怎么拖 咱们把他老爹给炸死了 那几个小子料理完后事 不得玩了命地打过来 给他老爹报仇啊 若是这么说的话 将来这场战事 一定是空前绝后的 其实说实话 这仗并不是不该打 但是要打的话 得打有把握的仗 刚才先生说得很对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一个字 拖 拖到我们关宁锦方县建成之后 再来他十个皇太及 咱们也不怕他 我还是那个问题 怎么拖啊 莽国二胎 着急攻打宁愿 桑期一过 势必寻情激愤 可是 主张攻打宁愿的 又并非他一人 到时候 只怕难以控制局面呢 是啊 现在市局非常之严重 大汗 一定要加以控制 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 明远一战 我军伤亡惨重 当时扯兵的时候 我特地留意观看 我发现将士们 各个京剧 我想 可能是被原宗患的战术 给打怕了 是啊 明远一战之后 民军士气高涨 而我军士气萎靡 怕是富汗桑期过后 仍是无法恢复 以世袭萎靡之兵 去攻打世袭高涨之兵 无异于野卵击石 自寻死路 我等 需得争取时间 想办法恢复高昂气势 让他们 不再害怕原宗患 和他的红衣大炮 好 稍后 文成就把大汉的御职 传给三位贝勒 和各部将领 怕是那芒国尔泰 依旧不服 擅自率兵出击 大汗 是准备任由芒古尔泰 带兵出击吗 为芒古尔泰 虽有同胞之义 但毕竟君臣有兵 岂能一再顾惜纵容他 大汗 臣有疑策 先生有何告策 袁大人 你怎么不用啊 是不是有什么新事 这努尔哈赤 反名启示 记得是七大恨的旗帜 如今他人一死 这剑州又多了一恨 重宽担心 如果剑州逆池 再来犯的话 公事一定会更加猛烈 这努尔哈赤如今死了 唯大名所记 所以 努尔哈赤 这次唯我所上 现在变成了 剑州耻辱 而且努尔哈赤 第八子 黄太极 其狡诈程度 不亚于其父 我在想啊 他一定会拿此事 来做文章 借着 替父报仇的名义 来侵犯我大名 有道是哀兵必胜 若是黄太极领兵来犯 只会比以往更加凶 那咱们 不会跟他们应拼 反正啊 都是人 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如果光凭应拼 就能战胜对手 那孙哥老 就用不着费心 建立这个关宁防线了 而如今 将军要构筑的 关宁井防线 比以往更加坚固 因此 才让赵帅教 去督造锦州城 锦州城完工 还需多少事 即便最快的速度 建好锦州城 也得需要三个月 这还没有算上 锦州城周边的零星堡垒 那就是说 你们的防线还没有建成 建州大军就会杀过来了 你们就不会想想法子 这法子呢倒是有一个 所以今天请二位公共来 就想听听二位公共的意思 袁大人快醒起来 汉人有一句俗语 叫做 柿子得捡软的你 既然明廷不好攻 我们为何不绕道去打 朝鲜 朝鲜地少民平 还自诩千年君子之国 其实都是一些老弱残兵 不堪一击的 此时攻打朝鲜 有三样好处 愿闻其想 其一 可预备一些物资 以备占用 其二 让我军去攻打 那些朝鲜弱兵 以鼓舞我军的士气 其三 任由芒国尔泰和阿敏 遂其好胜之心 让其自率兵马 削弱马虎锋芒 我想派人去沈阳 为努尔哈赤调研 并祝我心寒黄太奇登基 借机呢 一合 为我们铸城争取时间 此计能平复女真之仇恨 是府邸抽薪之计呀 两位公公 还请三思 向努尔哈赤调研 祝贺新军登基 这岂不是通金叛国吗 公公此言差异 这不过是权宜之计 只要公公给个方便 只要准了此事 此机若成 一切都好了 若是皇上罪责 那我们二位 不就得跟你们一块吃瓜了 弄不好啊 还得落下一个 坚军不利 通敌叛国的罪名 到那时 我们岂不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二位公公 姿势体大 关乎着亿万生年 还要请二位公公 慎重决断 刘大人 刘大人 此事非同小可 容我们二人 再商量商量 对对对 先喝酒 不要辜负了 刘大人的一片心意啊 刘大人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